臺灣立法院最近通過 《組織犯罪防治條例》修正案 該條例是針對受中共支持的團體 包括統促黨、愛國同心會等 經常鬧事而進行修正 學者認為 相關的條例 補上了中共利用臺灣黑社會 滲透臺灣社會並鬧事的漏洞 臺灣立法院12月15號 三讀通過《組織犯罪條例》修正案 該條例進一步放寬對組織犯罪的認定標準 將現行的持續性及牟利性 改為持續性或牟利性等 依據該法 可對中共勢力黑道政黨 判以3到10年的有期徒刑 並予以1億元新台幣以下的罰金 如果將來包括統促黨、愛國同心會等 中共操縱的團體在鬧事 執法機關可依據該法 以組織犯罪對他們處罰 在臺灣有所謂的統促黨、中華統一促進黨 它之前是臺灣的黑幫嘛 是竹聯邦的老大所組成的一個政黨嘛 這個政黨它連續用黑幫的方式在經營政黨組織 臺灣智庫諮詢委員董立文表示 在香港雨傘運動發起人之一黃之鋒來臺灣時 統促黨成員到機場去傷害他 在臺灣大學學生抗議中國新歌聲演出時 統促黨成員又去傷害臺大學生 他們是組織性的犯罪 董立文指出 從發生的一連串事件來看 黑幫組織政黨並沒有牟利 所以要對以黑幫方式經營的政黨的犯罪行為 加強防範 就需要對原法律進行修正 資料顯示 中華統一促進黨是由張安樂在2005年9月註冊的 張安樂曾在1984年被美國檢方指控販毒 並在美國服刑10年 1996年 他遭台北地檢署以違反組織犯罪防治條例通緝前 逃往中國大陸 在大陸待了17年後 過了犯罪追溯期的張安樂返回臺灣 並宣揚一中原則 否認中華民國的合法性 並在行動上以暴力脅迫臺灣平民百姓 達成中共統一臺灣的目標 今年10月1日 張安樂帶領統促黨全體身穿印有五星紅旗 並標示為我的國旗的外衣 在臺北街頭遊行示眾 以實際行動宣示統促黨效忠的是中共 臺灣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曾建元表示 在自由民主的臺灣 阻擋非常方便 很多黑社會也去阻擋 他們阻擋的目的 不是因為對政治有興趣或去經營牟利 而是能夠讓黑社會從地下走上檯面 能夠公然以政黨行事活動 用合法的外衣去掩蓋非法的作為 曾建元指出 祖黨還有諸如很多在稅金方面的好處 這也造成了臺灣過去政黨的氾濫 曾建元指出 中華統一促進黨 公然主張由中共來統治臺灣 也接受了中共有關單位的資助 臺灣黑社會與中共的力量結合 對臺灣的社會治安、國家安全、憲政民主的秩序 都危害極大 所以 臺灣要在法律方面做出應對調整 其實 今年初臺灣的法律 對有組織犯罪的定義曾一度鬆綁 僅保留了持續性和牟利性的認定標準 但近幾年來 統促黨不但介入反福茂、反克綱 反太陽花學運等社會事件 還與學生及示威者唱對臺戲爆發衝突 另一個於1993年成立的愛國同心會 則長期持有反法輪功立場 有臺灣立法委員爆料 統促黨和愛國同心會 每年都接受中共的金援 這些團體成員經常打五星紅旗 出現在臺北鬧市 地標101大樓前表達親中訴求 但卻難以根據持續性和牟利性組織犯罪 對他們定罪 曾建元認為 根據原來的組織犯罪定義 臺灣當局對這些黑幫政黨束手無策 但現在 依據修改後的法律就可以定罪了 臺大見血事件之後 臺灣警政署啟動了除暴專案 近三個月來 打擊不法分子近500人 警政署強調 除暴專案沒有截止時間 打黑行動會一直持續下去 警政署從今年九月底展開大掃黑 全面掃蕩不法分子 總共查棄488人 其中首二63人 疑似介入政黨12人 一連五波掃蕩對象 包括竹聯邦分子非法暴力討債 都在警方打擊範圍之內 警政署表示 主事法通過之後有力警方掃蕩不法團體 對於愛國同心會長期騷擾攻擊不同意見團體 這類明確持續犯罪行為已在警方搜證之內 未來不排除列入手當對象 愛國同心會只要它有涉及到新修的主事犯罪防治條例 持續性的從事暴力的非法遊行行為 或者是它從暴力行為的時候有摸取不法利益的時候 還有它所從的結構性完整的話 就符合主事犯罪防治條例 我們就可以展開掃蕩的工作 針對黑幫政黨暴力姿勢 警政署表示 不容幫派以政黨民意擾亂秩序 另外也鎖定不法團體投資的行業 展開聯合計查措施 包括以消防安檢 查稅 計查勞保等系統方式 確實斬斷幫派晶圓 新唐人也的電視台北綜合報導 12月21日 川普總統簽發行政令 宣布緊急應對全球人權侵害和腐敗行為 並且授權對全球的14名侵犯人權者 以及腐敗分子進行制裁 前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局長高岩 被列為制裁對象 根據法律 他將被終身禁止進入美國 他在美國境內的財產也將被凍結 這也是美國實施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的 第一份制裁名單 12月21日 白宮宣布 川普總統認為世界各地嚴重的侵犯人權和腐敗行為 以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外交經濟政策構成嚴重的威脅 根據美國國際緊急狀態經濟權力法 國家緊急狀態法 以及去年通過的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 川普總統當天簽署了行政令 下令全國緊急處理這一威脅 並授權財政部 國務卿和總檢察長 對各國的侵害人權者及腐敗分子進行制裁 稍後 美國財政部公布了來自13個國家的14名制裁對象 中共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前局長高岩 因為對維權人士曹順利的死亡負有責任 被列入制裁名單 按照法律的規定 上名單的這些人和公司 他們不能夠入境美國 他們在美國的財產要受到凍結 交易也要被禁止 等等 這些都是特別重要的一種發措 讓高岩能夠上這個黑名單 受真正的正式的試探 對於整個中國的公安和其他的中共人權侵害者 都是一個很大的正確 這也是美國實施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後的首份制裁名單 今年 多個人權團體向美國政府遞交了建議制裁名單 建議制裁傅傅政華 陶金以及因迫害法輪功在全球被告的40名中共官員 雖然本次 美國政府僅將官職較低的高岩列為制裁對象 但是專家認為 總體來看 美國針對中共的整體戰略思路正在發生轉變 制裁名單中還包括巴基斯坦的一名外科醫師 財政部引述巴基斯坦警方的說法 指出這名從事肾移植的醫師 涉嫌非法人體器官摘除和販運 有人權團體提出 中國也是非法器官移植的重災區 美國國會去年通過的343號決議案 就是基於可靠的報告 對中共強摘法輪功學員等良心犯的器官進行譴責 人權團體呼籲美國擴大制裁對象 制止在中國發生的持續的人道災難 這些迫害法輪功 迫害其他信仰團體 還有其他方面人權在人權監察者身上呢 那就會有更寡犯的意義 星唐人記者 玲瀾 紐約報導 美國宣布凍結違反人權者以及涉及腐敗者在美國的資產 當中包括中共官員 這也是美國實施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的 第一份制裁名單 美國財政部官員對媒體表示 由此向全球各地那些腐敗者和給人製造痛苦的官員 發出一個強大的信號 他們將要為破壞人權的行為付出代價 美國總統川普簽署行政命令 針對全球範圍內的嚴重迫害人權和腐敗者進行制裁 12月21號簽署的行政命令 責稱財政部以及國務院提出制裁名單並且加以實施 這是美國首次根據《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 制裁人權迫害者和腐敗官員 制裁措施包括凍結資產 禁止所有美國僑民與被制裁者 或者相關的企業從事貿易 這些人同時被禁止進入美國 美國財政部公布的制裁名單 包括前鋼比亞總統葉海亞甲梅 以及前蘇聯、烏克蘭、巴基斯坦、緬甸等國家的人士 其中掩人注目的是中共北京市公安局 朝陽分局前前蘇聯、烏克蘭、巴基斯坦、緬甸等國家的人士 根據制裁名單的新聞稿 高岩是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前局長 在他任內 維權人士曹順利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拘留 2014年3月曹順利摔倒並陷入昏迷 之後死於器官衰竭 其遺體顯示不正常的銷售並且缺乏照料 曹順利是在準備登機前往瑞士日內瓦 參加人權訓練時被逮捕的 他的律師要探視他遭到拒絕 而當他罹患肺結核時 也拒絕為他提供醫療 行政命令中說 在名單上的這些 猖獗並且嚴重的侵犯人權跟腐敗情勢 其範圍與嚴重程度 以達到威脅國際政治與經濟體系的穩定 制裁名單中還包括巴基斯坦的一名外科醫師 美國財政部引述巴基斯坦警方的說法 指這名從事肾移植的醫師 涉嫌非法人體器官摘除和販運 美國國會去年通過343號決議案 就是基於可靠報告 對中共強摘法輪功學員等良心犯的器官進行譴責 中國律師觀察中心理事長趙國軍任 認為制裁名單就是一個棒客 是一個正義的聲音 有網友留言表示 從名單做起 必將產生非常的威懾力 同時也顯示了美國在全世界維護人權 保護和平的決心和行動力 人權不再只是口號 而是實實在在的行動 雖然這次的制裁名單 美國政府只有將低階的高研列為制裁對象 不過 法律學者認為 作惡多端的人遲早會遭到清算 美國總統川普週四簽署行政令 依據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 授權對全球14名侵犯人權者和腐敗分子進行制裁 其中 前北京朝陽公安分局局長高研 也在制裁名單中 前中華民國無任所大使邱黃泉 認為這是對中共的警示 前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前局長高研 被列制裁名單 理由是為維權人士曹順利的死亡負責 前中華民國無任所大使 前台灣國際法學會理事長邱黃泉認為 美方名單至少有兩個弦外之音 那顯示了你層級重視不很高 但你是執行者你就有責任 那另外這樣的事情會被列入黑名單 法輪功迫害更可能被列入黑名單 所以我們相信也期待美國政府 這個作為是有它背後的含義 邱黃泉認為名單的公布動作意義重大 向全世界曝光惡行 而選一個中共首都北京市公安分局長 舉親民眾 向上警告主導迫害的中共高層 舉重明清 向下教育參與迫害的中低階人員 上網搜尋北京朝陽分局涉及不少迫害 旅商國際媒體及人權組織報告 參與迫害維權律師包括高智盛 今年二月綁架 酷刑虐待修煉法輪功的加拿大公民 億萬女富豪孫茜 加拿大總理今年訪問北京 還親自向中共要人 此外制裁名單上引人注目的是 巴基斯坦的腎臟外科醫師 涉及走私非法移植器官 邱黃泉認為 美國國會去年通過343號決議案 譴責中共活摘法輪功等良心犯器官 邱黃泉認為 美方似乎藉著讓亞洲醫生上名單 警告中共及中國醫生 新台語的電視張東旭採訪報導